就在最近一周里 西亚蜜节目组的各位小伙伴 也是为了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爱妮动漫游戏展 忙得不可开交 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的开展中 也是非常希望能在这一次和现场的小伙伴多动互动 希望大家也能玩得开心 那么至少在展会开始之前 每一周的开心坑自然不会偷懒 那么小广播开始咯 好了那么本周第一条自然是上面所说的 我们再准备五一的武汉爱妮动漫游戏展的讯息了 在4月29日到5月1日这三天时间里 小米的魔王节目组会作为出展方来到爱妮动漫游戏展 入口进门的第二个大展台就是我们了 一抹大红很是抢眼 在武汉本地的小伙伴可就方便了 逛展嘛自然是妹子手办ACG一样不少 不过要小心男厕所的大调萌萌哦 听说现场还有不少cosplay 宅哥宅武的up主和四驱车比赛 公司里几个同事表示 要拿着自己的旋风冲锋去参展 当然我们这边的展区会有各种神势手办呢 数不尽的高达啦 玩不玩的冰人呀 总之总会有你们喜欢的 我们呢也是准备了不少游戏活动 来了不仅可以一起玩玩玩玩游戏 我们还现场准备了一千份纪念品送给大家 来了就可以凝取哦 要面积的小伙伴可要指点好行程了 而这三天里呢 虾米我也会在现场检守岗位 也是难道有机会可以线下聚会 哦对了 地址嘛就在武汉郭博中心第一馆 本地的小伙伴要来 可以微博或者家内私信我 我这里有20张门票可以送出给大家 虽然不是很多烂 所以想来的同学 先到先到哦 我们武艺现场见 不得不说 福塔狗中 实际上的人气之高 不管是断头版 泳装版 还是居家富败 总是有那么多人讨论 阿尔塔则是在前两天发布了福塔狗的最新产品 就是这一款起兵化的阿尔托利亚了 身为Rider后的她更加的冰山欲捷了 不过嘛 服装风格居然是圣诞主题 以暗男为主色调的她 似乎是其优雅和可爱为一体 虽然产品看起来样子严肃 不过服装造型又分外可爱 兄弟的女巫带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设计 绝对领域黑色长腿什么的自然是不会少了 除盖帽子之外 狗狗披肩也是可以单独拆下 露出里面更多的内容 当然为了配合对象外道后的阿尔托利亚 产品还将包含了一个可替换的表情 不得不说 阿尔塔这一招可谓是女士不爽 总是会有那么多人远行甘情愿的中招 当你再看她这娇小的表情的时候 是不是仿佛听到她在说 你是想要礼物了 还是想要我呢 我的妹妹是华曼老师 和金良心的一样 在节目组里呢 也是被各种二次元天天拿来说 不过话说 这个动画下出了几话 马上就公布了手办产品讯息 这个项率也太高了 手办厂商和动画组之间的默契 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吗 不过相信女主角的人气 还是会有保障的 而产品本身的品价还是比较精致 虽然整体设计很简约 不过该有的细节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呈现 面部的眼睛以及微微张开的嘴巴 还用了少女才有的面部红韵 不得不说 产品对于角色面部的刻画十分的细致 加上衣服的各处褶皱纹路自然流畅 说在都冒衣服里的头发 也显得这个角色看起来十分的可爱 虽然上半身包裹的比较严实 不过下半身这裸露的大长腿 可以说是一栏无益 而预计17年12月才会发售 所以这款产品还要等上个大半年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追翻 不过也可能会变成德国骨科欢迎你 在最近热播的时候 尽量系列动画 也是让节目组你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兴奋不已 看着这些小姐姐卖萌 或许也是一天中心灵受到治愈的时刻吧 而狗屋的算盘 当然是打得贼6 于今年7月发售的DVD同棍版轰雷 当然是如期而至 此系列产品将包含 重武装单元时期 旋转破坏报 极限长刀 以及各种猫耳 兽耳 极限耳 等等其他配件 而DVD将产生4卷 每一卷的内容都会不一样 单独一卷的售价为12500日元 虽说我知道这种信仰式贩卖模式 肯定还是会有很多值来去买 但是我想说的是 狗屋啊狗屋 学什么不好 非要学这些坏习惯 这样一般玩家会觉得自己爱不起 尽量这个系列来咬 不过本周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了 售物几粮系列的产品哦 想看的同学 快去我们的频道 点开最新一期的 加米开箱时间 顺便嘛 点一下优上角的关注哦 路人女主的养成办法 让学姐和我老婆 一直在观众们心中 仍去极高不下 GSA在这其中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款优质产品 也是可以让玩家们 买回家把玩个够 在即将来到的夏季 GSA再出新品 就是这款 来自路人女主的学姐 泳装版 一个前段时间公布的 和服版 那短装华丽的风格 推下这一身和服后 身着性感比基尼 强势公布 这马甲线 肚脐线 人蕴线 大腿肌线 腰窝线 果然这样的身材 只能在二次园里羡慕了 捕穿黑色的学姐 同样诱人 而在脚步和高跟鞋 这些比较精密的地方 GSA还是给了一个 很细致的处理 漆皮效果非常赞 还有这美腿是吧 腰间的丝绸 自然垂下 产品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 还是非常赞的 喜欢学姐的娇老们 可以持续关注哦 万代在最近公布了一款 2017会场限定版SHF 孙悟空剑王拳造型 在SHF的客栋支持下 相信这款悟空的百万体验 还是会非常棒的 不过要是万代嘛 大家都懂 什么这个限定 那个限定 大多数都是换个色 拿来圈钱 龙珠这样的老资号 自然是可以花样多多 产品包含了九个替换手型 和两个替换表情 还有龟派气功 和暴戏的特效件 整个产品嘛 还是比较完整的 这种淡淡的眉红色 穿在男人身上 总觉得有点 给你给气的 再加上 这粉色的特效件 狭门我看到这款产品的时候 怎么都严肃不起来 产品售价为6500日元 不过狭门估计 这款红色三速倍的悟空 价格应该会比较平稳 一般路人可以看看 只爱粉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脑司机工厂 游离creative 总会阴魂不散的 放出一些很毒的东西出来 前段时间 刚看完真人版 龚翘基督队电影之后 产品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精彩 斯嘉丽的身材 实在是太棒了 而UC场感觉 是时候出来浪一波了 马上拱摸这款 素子的再版手外 如果是更喜欢 动画原作中的造型 那么相信UC的这款造型 玩家还是会买账的 而作为再版 不知道做工上会不会有所提升 从面向来看 欲揭发十足 神采嘛 自然不必多说 素子前都后效的曲线 可是该有的地方都有 皮翼的半搭造型 也是十分考验 对服装质感的把握 除了这么多 唯一可能遗憾的地方 就是头顶的合摸线 要是能做一下 折盖处理就好了 售价约合人民币 750元 再看看之前 期待满满的零花 现在某宝上 都已经炒到了1000以上 不得不说 UC厂做工一般 凹起造型来 比水族馆还厉害 二不齐 二不齐 再来看看图边服裔 PYS的新消息 这次便是之前 站住的强制装甲的预定信息了 装甲与生物质感的结合 让这款产品看起来 更多了一份真实感 PYS在地台的用量上 从来没有吝啬过 这款开步的地台 自然是尽可能的 为主体服务了 凭前面的伤口 衬托出了 开步烂领利的攻击方式 如此正面的敌人 也惨死在他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 最底部的地台造型 采用动画原作中的单元造型 这一点的设计上 还是对老粉丝们 非常示好的 而上半身的多数细节刻画 也显示出了PYS 改有的细节水准 产品总高度在82厘米左右 如果是真爱粉的话 或许会考虑买来正宅也说不定 而价格方面 在PYS里 这款开步也不算贵了 什么 你说5000多贵 PYS的变形金刚系列 那就有话要说了 这一周的资讯就是这些 厂商们不管是新品 还是再版各种修制项的手办 也是越出越起劲 求求你呢 让我休息一会吧 而因为前段时间 薄薄的厂米实在是尺度太大 所以被陷了 这个呢 下面以后也会多多注意的 当然了 各位神识也不用沮丧 开星空一定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有意思的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